皆さんこんばんわ 歡迎來到旅人的時光閱讀筆記 我是七子 剛剛這一段 廣播聲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 很懷念或者是覺得 很熟悉 這是大阪地鐵的廣播 那今天呢其實呢 我們要來 介紹的第一個 電影 就是我們一開始都會先介紹一個電影或者是日劇 其實我們想要來介紹一部電影 我最近看了一部電影 在介紹這部電影之前呢我想要來介紹一個 在日本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個事件 他其實是日本目前最知名的一個沒有破的案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我就想說先介紹這一個 很有名的這個案件 為什麼會講一開始放大阪的事 因為他就是跟大阪有關 我不知道去過大阪旅行的人 有沒有一定都會 去過道頓爵 道頓爵的 都會在道頓爵前面的那一個 跑步的那個跑跑人前面拍一張照片 那也許大家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 其實那個跑跑他是一個日本的一個 很有名的一個糖果的品牌 他叫做Guriko 那我們講的這個事件 其實就是跟Guriko有關的事件 在1984年到1985年的時候呢 這一個Guriko的公司的這個社長曾經被綁架 江其聖就被綁架 那時候就被要求很大的贖金 後來呢 這一個嫌犯呢 除了 在除了綁架 跟那個Guriko的社長來做 贖金的要求之外呢 其實後來又進了 又跟很多日本很知名的食品的企業發出了 威脅跟要求 後來成為當時日本非常非常嚴重的 重大的一個事件 這個那個時候日本的警察聽的把它指定為114號事件 其實前前後後總共130多萬 130幾萬的人參加這一個事件的調查 不可思議對不對 而且是 後來這個案子根本沒有破 根本沒有抓到嫌犯 後來因為追溯期也過了被稱為完美犯罪 這一個犯罪 這一個犯罪的人他稱為他自己是怪人 怪人21面相 那如果江戶山亂部的 如果看過江戶山亂部的人 作者的讀者應該會知道說 這個其實就是江戶亂部筆下的一個虛構的人物 這件事情雖然到這麼巨大這麼嚴重 可是 有趣的事情來了 從來沒有人因為這一個 事件 而受過傷 那因為這一個事件其實後來 嫌犯都為了就一直 他有在一些糖果跟食品裡面放下了 毒物 有毒的物質 但是也沒有人吃下過 但是卻造成了很多企業非常非常大的損失 那我們來很快的講一下這一個非常非常沒有辦法破的案件 他的從頭到尾的發生的過程 我們很快的說一下 在1984年的3月18號呢 這一個 在兵庫縣的西公寺呢 然後 就是有歹徒呢 闖入了這個 Guriko的社長的家中 然後就把當時在洗澡的江崎聖酒給帶走 然後隔天凌晨的時候呢 這個警察就收到要要求10億的日圓 還有100公斤的黃金作為交換 很非常有趣的事情是 3月21號的時候 就還沒有付錢喔 3月21號 其實江崎聖酒居然自己逃了出來 然後跟警方取得聯繫 但事情當然沒有因為這樣結束 同一年的 就是一樣1984年的4月2號 江崎社長他又受到一個恐嚇性 他要求 要求他在4月8號的時候 帶6000萬日圓到 某一個咖啡館 裡面有一個裝鹽酸的 也要水跟一個磁袋 那磁袋就是播放他的內容 就是播放他的 要求贖金的內容 然後兩天之後 4月10號 在大阪市的 孤立口的辦公室的大火 就被縱火 後來就 又收到了威脅的電話 但是當然也都一直沒有交出贖金 更何況因為社長其實已經回來了 4月12號的時候 警察聽事件就把他 因為沒有託也都沒有抓到犯人 就把他 列為一個114號的一個指定案件 同一年的 4月23號 江崎又收到一個要脅書 他要求要在指定飯店交付 一億兩千萬日元 然後在同一天 其實在財 財經新聞 跟美日新聞的大阪的分社 收到了挑戰書 第一次看到的怪人21面相的這個名字 然後呢 後來 隔天的警方呢 想要逮捕 發出這個訊權 因為有收到這個訊息 有機會可以去抓他 但是一直收到 罪犯的指令 一直把他來回奔波 結果什麼都沒有拿到 5月10號 怪人21面相 又向美日新聞 獨賣新聞 產經新聞 跟朝日新聞 四大包 發出挑戰 他說如果 這一次 危險 再不交出現金 他就要向 他就要在 Guricode 販賣的巧克力裡面放入 有毒的 清化物 後來呢 因為 已經發出這個訊息 後來很多 大型的 連鎖超市 都很害怕 就全部都撤下 Guricode 的產品 結果 本來以為是 隨便騙人的 結果沒有想到 然後在兵庫縣的西公司的便利山 居然發現了 真的有 販入 清化物的 巧克力 典型上面還署名說 這是怪人21面相的紙條 他上面寫 此物有毒 吃了會死的標語 當然就沒有了 因為看了就很緊張嘛 就知道 驗了之後 就真的是有毒 5月20號 跟Guricode 有來往的 一個香料公司 他也收到威脅信 請他們 支付三億日元 然後 就這樣子來來回回 然後也都沒有收到 但是Guricode 因為這些事件 當時因為 證券交易所的 證券交易 Guricode其實已經損失了 50億日元 然後在威脅完 這一個香料公司之後 其實過了不久了 這一個6月到6月的時候 怪人21面相 居然跟四大報社 發現說 我覺得我不想要再威脅 Guricode 我覺得日本天氣太熱 我想要去倫敦巴黎 避暑 我等到明年 我再回來 然後Guricode 就因為這樣子 股價又上漲 然後生產線又恢復 但這件事情 並沒有因此結束 因為在6月的時候 完大工 食品 又收到了一個 威脅信 說如果不想跟Guricode 有一樣的下場 就準備5000萬日元 這時候 嫌犯他用透過了一個 錄好的女性的聲音 然後讓 那個 只是那個 要付屬性的人 再來回 在不同的地點移動 然後 這個 這一次 在移動的過程中 警方 第一次 發現了一個 就是細毛 眉 眉毛細長的男子 後來這一個人 就叫我 胡木男 就狐狸的狐 後來其實這一個 長這個樣子 後來就成為 通緝犯 其實都是畫這個樣子 到處在通緝這個人 然後到了9月12日後 又出現新的受害者 就是我們後來 這件事情也是蠻大的受害者 就是 森永 但森永 他就說如果你不付和俗金 那你就要付 你就要 請你 你不想受到傷害 你就請你付1億日元 森永其實呢 非常非常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森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森永乳液 在1955年的時候 曾經爆發過 森永牛奶的 深中毒事件 當時其實造成了 好幾百名的嬰兒死亡 非常非常的嚴重 一直到1970年的時候 其實還在受官司出送 然後 這一次的 威脅森永 其實是 兒童的乳鷹 那 森永當然因為有 這樣子 之前曾經有這樣的影響 他就很緊張 他就趕快想要付屬金 而且在店鋪裡面 也真的發現了 有森永的食品 受到 就是有 寒到青蛙物 那當然因為歹徒也特別有 作明說這是有毒的 然後發出了威脅 然後森永其實也準備付屬金了 然後這時候怪人21面相 又發出挑戰書 除了該報紙之外 還加上NHK 然後後來在大阪府 冰庫府 京都府 艾茲府上面 發現了 都發現了有青蛙物的典型 到了10月11號的時候 警方就公開了 Guriko跟 威脅Guriko跟森永 森永公司的這個電話錄音 一個是女生 一個是兒童 這個時候森永其實受到很大影響 他減半了一半的產能 很多的 超商根本就不敢上他們的架 然後呢 森永甚至就 為了節省成本撤去了 他們全國的所有的廣告 然後這時候 又收到了來信 他就要求森永要 付兩億的日元 其實這個時候 森永的生產線 已經削減到 只剩下原來的 十分之一了 但是 你還是沒有抓到歹徒 因為 一直在交涉過程中 一直歹徒 一直變來變去 其實他們一直沒有 警方一直 無所自從 然後後來到了 11月的時候 大家 可能有聽過的 很有名的咖哩製造商 House House House的食品 House咖哩 他們 台灣有很多 賣很多他的咖哩 台灣很多咖哩 都是這個 House House 他們代理的 他們生產 他也收到了威脅性 但是呢 他們並沒有想要付屬金 然後 在 在這一次事件當中 警方 本來是最有機會抓到這個怪人21面相 但是又因為 陰錯 陽差 而且也發現了一個 真的很像眉目男的一個男子 結果還是沒有抓到了 這一個 歹徒 在自賀縣的時候 其實在街頭的時候 並沒有抓到 然後呢 到11月底的時候呢 森永跟 好事食品呢 又一直收到了威脅 威脅性 最後這個歹徒 因為你們都抓不到我嘛 所以他就甚至 把挑戰書直接寄給 兵庫縣的警察本部的 部長 告訴他說 你們實在太無能了 然後呢 12月 又有一個很有名的 詩評的一個叫 伯厄加的 大家應該都吃過他的詩評 他也收到了 這樣子的威脅書 並且 跟伯厄加說 你要在大阪的 板神百貨 投2000萬現金下來 就是有點在玩弄他們 這樣子 然後呢 後來在大阪的 那個地方又發現 森永製品呢 又發現了 那個 氫化物的 那個有毒物質 然後到 二月的時候 就是1985年的 二月的時候 他又向另外一個 知名的一個 食品的企業叫 聚合物 要求5000萬 但是呢 其實呢 在猥脅過聚合物之後 這個歹徒就 基本上就沒有 一直在 就沒有少了很多 威脅的 這一個 這個是 這一個 案件 那 也都抓不到他 但是呢 1985年的時候 資賀縣的本部的 長官呢 卻因為 這件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件事情 他就 後來就自殺 但是不知道根本 這件事情有沒有關係 8月 1985年的8月12號 如果熟悉的人可能會知道這個 日本發生的 有史以來最大的空難 就是日航123的空難 造成了520人 當時好市食品的社長 也在這場空難中 是身亡 然後 就在這個時候 歹徒跟媒體說 好了 這個事件 我覺得 我已經 不想再玩了 我覺得對 他們 這些企業都受到很多折磨 然後他就消失了 再也沒有出現過 再也沒有威脅過任何人 然後就沒有抓到 再也沒有出現過 當然 調查了那麼多年 到了2000年退過 超過追溯期的時候 都沒有抓到 這一個人 那這個事件 其實影響非常的大 因為當時在 關西大阪 一帶的小朋友 都不敢再吃糖果 而且呢 他 總共動用 我剛才說過 總共動用的 警方的人力 其實是 非常非常驚人的 然後呢 警方跟媒體 總共收到 144封的挑戰性 犯人其實 什麼食物金 都沒有拿到 但是犯人又說他其實有從中獲利 所以有人就會說他是 因為用股票操縱 因為 孤立口跟深永公司都股票一直下跌 他只要放空 他就可以獲利 然後他只要不放空 然後他恢復增長 他就上漲 他就可以又可以獲利 然後後來 其實也影響到了 亞洲的一些國家 像台灣也是 亞洲的 在1984年的時候 其實就有台中的 男子就模仿這個案 這個 案子 另外比較熟悉的就是2005年的 獨漫牛事件 也許大家就會知道 可能都會有聽過 那這個事件影響非常的深 有影響很多人 但也都沒有破過 成為日本很有名的一個 都沒有破過的案件 那我為什麼要 講這一個呢 其實因為我們今天 談論的電影就是在 改編這個事件的一個電影 在講這個改編電影之前呢 這一樣是大阪地鐵的音樂喔 那我兒子因為非常喜歡這個地鐵的 各種聲音 他也會模仿 他也會模仿喔 所以 放這個 當我在 放這個音樂的時候 跟 日本一些 大都市的音樂的時候 他其實都會 很有感覺喔 那其實有一個 改編的這部電影 他的名字叫罪之聲 但這一個改編的電影其實並沒有完全依照這一個事件來做 一模一樣的陳述 而是導演 有找到了一個他自己的觀點 那其實這一個 事件因為 很大嘛 然後也都沒有破案 其實就有一些小說家或者是一些 一些那個 作者就想要來了解這個案件 或者是說想要看看 用他們自己抽資撥捲的方式有沒有辦法去做更多的了解 那這部電影呢 其實是小麗璇跟新野原 新野原 新野原就是那個新原結一的老公喔 然後 所演出的喔 那這個因為孤立口 跟森永這個事件因為非常的大 然後 其實讓 日本的這些企業呢 跟當時的 都人心惶惶 雖然他其實並沒有傷害過任何人 從頭到尾沒有人因為這件事情受傷 然後 醉之生他其實 想要描述的 其實 是 觀點 其實除了這個事件之外 其實是另外一個觀點 因為 醉之生其實是改編自 鹽田五世的一個小說 那個小說的 也叫做醉之生 然後這個小說其實在 描述 繼承復業在京都 喔 這個電影其實在描述 繼承復業在京都 經營 西服店的真根 後來有一天發現了 父親的錄音帶 這錄音 錄了自己六歲的聲音 可是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錄這個音 後來呢 他才 因為有人在開始 才有人在調查這個案件 他才想到 後來他才慢慢發現說 他自己的錄音的音就是當時 這一個 Guriko跟森永事件的這一個造成 來做犯罪的這個兒童的錄音 不過在電影裡面其實用了銀河跟 萬道這兩個食品商來作為 作為替換 就是並沒有出現Guriko跟森永 那其實後來就變淫萬事件 就在裡面就叫淫萬案 然後六歲的自己就被 不知道被誰利用了去造 當作淫萬案的這一個犯人 然後當時大阪的一個新聞的記者 阿九金呢 他也是 在平成年要結束的時候要準備要調查 想要重新調查這個案件 看能不能找到35年前的真相 那炎田武士的這個小說其實大 這個推理的其實是很特別的 他把1985年的這個Guriko跟森永的案子 跟1983年的 荷蘭有曾經發生過一個 海尼跟啤酒的一個綁架案連在一起 然後呢 這個綁架案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因為這個電影其實就是 一直有出現歐洲的場景 就是因為他們有調查到歐洲 他覺得 犯人有可能是同一個 那 電影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為什麼要利用孩子的聲音 後來這個孩子他們 這三個被利用孩子 這孩子都不懂嗎 他就被迫錄音之後 作為犯罪的一個 一個錄音之後 到底對他們影響是什麼 其實這個是作者 還有 這個電影裡面最想要表達的地方 然後這個小說其實呢 其實有長達500頁 他有很多窺底過程跟很多細節 改變成電影之後呢 其實呢 有些細節其實都沒有了 那 導演其實是找了那個 現在很想見你跟花束般的恋愛的導演 突景玉泰來 完成這個 不過因為突景玉泰拍的電影都不是這種類型的 那其實在某些地方 我們 我個人是覺得他 並沒有把每一個線條都處理得非常漂亮 因為他其實有很多支線在交錯 但是對於你知道這個歷史的案件跟去了解 其實是有很大的幫助 那有機會呢我們蠻推薦大家去看的 就是 看這一個 只是這個電影其實比較強調 就是說被利用的這些孩子 他 為什麼要被利用 他的後來 他 被利用之後 他對他的人生到底有帶來什麼改變 這個小說呢 我也蠻推薦大家來看 因為這個小說 鹽田五世 其實就是因為這一本書 讓他在日本才有名氣的 之前他有很多小說其實是 都寫了很多作品 其實是沒有沒有任何的那個 那知道這個 事件 跟這一個電影之後 大家就可以不禁可以想想說 那什麼才是惡 因為這一個 這個惡 其實老實說在公共 投途的過程中或者是 事件中其實是沒有任何人因為這件事情 而受到了死亡 但是這樣子就不是惡嗎 還有惡的動機跟目的是什麼 那 他造成了很多人心裡害怕跟人心惶惶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什麼樣的原因 大家為什麼要這樣做 電影裡面被利用了小孩 長大之後 後來發現自己的聲音被用來犯罪 那對他們來講 他們到底是不是算犯罪者 那找出真相的意義到底又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有很多可以讓我們思考 其實我們想要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其實也 並沒有常常發生這種很嚴重 這種 案件 但是我們也曾經發生過 無殺別的差人案件 像震解事件 還有小燈泡事件 另外還有像是重大的 鐵路事故 就是 Piu Ma 或者是太魯光號事件 但是其實 我們台灣人 每次都是在發生這件事 就想要找人家負責 想要找誰付出代價 幹誰付出代價 或是趕快執行 大快人行 但是這些背後的隱藏的原因 這些人為什麼要這麼做 然後這些人 曾經受這些人 抨擊的這些人 他們的心理 有沒有 到底受了什麼影響 有沒有 後來的人生是怎麼過 其實都沒有人會去記錄 也沒有人去問 像村上村樹在地下鐵事件裡面 就是在講那個 雜圓 麻圓彰晃的那個 奧里真母教的那一個事件 其實村上村做了一件事情 其實他就是去 訪問了 這個世界 訪問了好幾百個 這個事件中 曾經 受到 傷害 或者是曾經碰過這個事件 沒有按照任何批判 他就是只是記錄而已 那我覺得我們台灣就是一直少了很多這樣子的記錄 那 其實在這個地方 我有這樣 我覺得最重要 你要了解 我覺得要了解犯罪 並不是說 你要把他 把這些壞人都神之依法 或者是說讓他們去 都讓他們去執行死刑或什麼 這個 我覺得更多的是 為什麼 要了解背後的動機 跟造成他們的原因 到底是絕對不是單純的事件 而是有很多很多的 就像那個泰鲁閣事件一樣好了 噢 最近派出來派 就只有 那個 司機判刑 但是 司機沒有錯 司機是要負責任 因為他是最後是造成這個傷害的人 但是 這一個列車是不是本身是安全的 檢查的時候到底有沒有問題 還有買進來的時候 這些安全設施是不是都完善 在 開的過程中 有問題的時候 有沒有人可以幫他處理 沒有 就是我們沒有看到 這些人有什麼樣的 被負責或什麼 其實就是非常非常 我們希望哪天台灣 我們在處理事情 可以 可以看到更深更多的這些事情 而不是都只是說 就是這一個人 你就是要負責 你就是要去管或什麼樣 好 那我們今天介紹這個事件 跟這個電影居然就花了20幾分鐘 好我給大家聽一小段音樂 來自小段音樂 我剛剛放這個音樂其實是最資深的片尾曲 讓我覺得蠻好聽的 他其實帶了一點點悲傷 那這是一個日本的一個 這幾年蠻有名的一個歌手叫悟 他所唱的 那他玩了一個有點沉重 而且一直都沒有被迫的 事件跟電影之後 那也許大家之後如果有機會再去大阪 看到那一個跑跑人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不同的想法 原來曾經有發生過這麼大的案件 那我們的一次旅行 當然就會覺得 不能這麼沉重 因為旅行就是能夠在裡面 能夠有很多的自己的 不管是開心的 或者是有溫暖的 或者是能夠自己獲得一些東西 都好 那我今天因為講了這麼沉重的議題 從最資深的源頭 我就想要來談了一個是 因為最資深其實就是利用孩子當犯罪 那其實孩子是很弱勢的 我們在社會上其實 常忽略了孩子的權利過尊重孩子 你出去玩的時候 你也不一定會遇到孩子 你也不一定會遇到孩子 會顧慮到孩子嗎 不會 因為我是爸爸媽媽 我想要去哪裡就哪裡 你有意見嗎 你要就跟 要不要你就不要玩 其實我們大家的態度都是這樣子 那我想要來談談我們跟孩子的旅行 那也許有人知道說其實我是兩個孩子的爸爸 那我的大兒子其實非常特別 他從小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熱愛交通工具的人 的一個孩子 而且他就是非常的就是所謂的日本就是日本人就會說他是鐵子就是超級的鐵道迷 然後有小時候其實他因為這個太熱愛交通工具 其實都是到無可控制跟無可自拔的地步 那因為大家沒有碰過這樣的孩子 所以大家可能沒有辦法想像 我們小時候曾經去只要坐上公車或者是捷運 其實我們都要耗上了三四個小時 沒有幹嘛就是因為他不肯下車 他也不想離開 他就想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做到他非常開心為止 那你就硬讓他離開沒有辦法 因為你只要帶他離開他就會情緒失控 會在會用很大的情緒來作為來反抗 那以後當然未來有很多很多的旅行 其實因為這樣子而有很多的一些讓我們有些很多思考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覺得旅行都有目的地 最重要就到那個目的就好了 至於抵達跟過程當然是越快越好 就不要浪費在上面 可是因為我的孩子就是這樣的孩子 其實就搭醒我搭醒了我們 我就覺得說旅行的意義真的是這樣子嗎 因為他對於各種交換工具都非常的狂熱跟偏執 出去玩小時候的出去玩 他就重點不是問我們要去哪裡 而是我們今天要坐什麼車 我們今天要什麼車子換什麼車子 那我之前有寫過一本跟我孩子的陪伴的書 叫做追尋電車男孩的光 那這本書其實就是記錄我們幼時的時候陪伴他 一直不斷的偏執跟他的對交換工具熱愛 我們不斷陪伴他的過程 因為我的孩子其實是小時候是被診斷發展吃完 因為他一直都不會講話 我們記得書上裡面有提到 我們記得我們有帶他去東京旅行的時候 因為他很小 然後因為他很喜歡電車 後來就安排他 其實我們哪裡都沒去 我們整天都在地下田裡面一直在換車 可是對那一個對孩子來講 他到現在都還非常難忘那個過程 但大家很難一般人很難相信說 這個這樣算旅行嗎 你只是每天都一直在坐車子而已 不過因為東京地鐵的車子實在太多了 就可以一直換一次換 真的是換到哪裡都沒有問題 然後後來我們就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其實就跟他產生了很多很多旅行之間的一些方法跟調整 我們後來其實在陪伴他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發現我們在我們都是發現了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這樣子也可以成為一個旅行 我們就成了一個在就是成了一個漫遊者 沒有目的沒有時間 就只為了陪伴他 然後望著窗外去看很多窗外的轉換的風景 那我今天其實要分享的其實也蠻特別的 我在有一本寫我跟孩子之間旅行的事情 就是在時間系縫里的親子旅行呢 有介紹了很多很多做的台灣的車站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幾個 我自己蠻喜歡的一個車站的秘境車站 那有機會的話 因為大家還不能 目前還沒有出國旅行嘛 那所以我想要來介紹這些車站 我希望大家有機會是不是最近可以 因為這些都是搭火車可以到的 去看看這些你可能不一定知道的車站 自己就算沒有跟孩子 你自己或者是找你的伴侶 或找你的朋友 我覺得都是很棒的事情 好這個是台鐵的北迴線 跟宜蘭線的錄音 就是那個鐵道錄音 那我今天想要介紹四座車站 那我因為希望這個四座車站 有一整體性 所以我今天會從新北到 如果你是從台北出發 是從新北、宜蘭、花蓮、台東 我各介紹一個秘境車站 我們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去了解 那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什麼叫秘境車站 那你也 我也不知道 大家知道台灣有幾座火車站嗎 我曾經有問過人家 人家說100吧 有人說過80 那我跟大家講 其實台灣有240座車站 你一定不相信 台灣有這麼多車站 是真的 而且台灣呢 是在全世界蠻特別的 因為台灣是少數 應該 我記得好像是唯一一個 有一個有環島 有環島鐵路的一個 一個島嶼 那 最少人跟 密境車站 其實不一定是最少人進出的車站 密境車站的定義 其實大部分都會說 第一個 少人是一個地方 第二個就是你到不了 你可能用其他方法到不了 那我今天要介紹第一個車站 其實就是 你只有坐我車可以到 你沒有用任何 你用其他交通工具 你是沒有辦法到的 這一個車站 離台北其實蠻近的 他在新北 而且沿路的風景 非常非常漂亮 我個人 每次只要經過那一段 心裡都感覺很舒暢 覺得 哇 台灣真的好美 就是三雕零車站 那其實這個 這個車站 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 因為在很久以前 有一個台灣島嶼叫林建平 他曾經拍過一個短片 叫小站 得到威尼斯影展的影視獎 非常溫暖的一個短片 他其實就是 敘述一個老媽媽 每天都陪著 常陪著他 內向 有點點自閉的孩子 到35歲的孩子 坐到這個三雕零車站 然後 每天就在那邊 車站上面看著 火車進進出出 那他當時拍攝那個 那個小站 拍得非常的美 那這個小站 其實就是三雕零車站 那 所以如果 你 他是平溪的其中一個站 那我會建議 如果大家甚至想去 其實因為他 北迴線一定會通過 你不一定要做平溪線 你一定經過三雕零 那以前我們去的時候 是真的都沒有人 那三雕零其實 過去曾經有礦業發達 所以曾經有興盛過 但是早就沒落很久了 但是 十幾年去的時候 但沒有到十年 十年前去的時候 其實幾乎都沒有什麼人 然後有些人 會去那邊爬一些山 但是最近的 最近去的時候 其實人變多很多 因為那裡有一個 很有名的步道 就是三雕零的 瀑瀑群 步道 那 這個步道呢 我覺得我個人也非常非常 也個人也很推薦 它是一個很平緩 然後都是溪流的一個 一個步道 然後景色也很美 那附近的 塑仁國小裡面 有一間 很有味道的咖啡館 不過我覺得最 當然最迷的還是車站本陣 因為車站建在一個 基隆河上游的河谷旁邊 其實腹地非常的狹隘 然後都沒有車子可以到 一室獨立 旁邊的溪谷呢 就在溪谷旁邊 所以當然就景色 他的風景當然就不用講了 那因為他的月台呢 因為都景靠了這些山壁 所以也非常很 就是很特別就對了 那到那邊 如果你平常去的話 真的有被遺忘的感覺 因為真的是都沒有人 然後在裡面 就是只有你自己跟時間 還有山谷的風 那當然現在因為爬山的人多了 當然古道現在又做得很好 那其實也比較悲傷的是 就是前幾天有發生了 在湖豹潭發生 因為那附近也是當然古道的 一步道的安檢 那其實在爬山的很多 然後戶外活動很多 我們這邊其實還是會 出去之前 其實還是要真的要了解一下天氣 還有基本的防護的部分 跟了解其實 可能都要做的更多一點點 我們希望這種事情 其實不要再發生 那第一個就是三雕林車站 那三雕林車站 你一直做一直做 當然過去其實就是 如果你不往平溪線 平溪線很多車站 其實都很棒 像石芬 旺谷 林角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些車站 因為我們家有鐵道名 所以我們都很了解 金銅這些比較 後面比較有名 大家就知道 經過這個 三雕林車站之後 你就繼續往前 其實呢 就會到貢寮 那如果大家有看過一本 我很喜歡那個繪本 我之後很想要念這本繪本 給大家聽 就是吳念真寫的八歲 一個人去旅行 他其實就有特別提到這一段的風景 因為他從山裡面去做這一個 對他來講是非常的 非常大的響望 因為過了 福隆之後呢 其實會經過一個很長的隧道 接下來其實就會到宜蘭的境內 歌曲 为什么放这首歌呢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台东的歌手 陈建年他写他的一首一个专辑叫海洋 为什么放这首歌 因为经过了长长的隧道 你就会看到了太平洋 那如果坐北违线的人 常常坐的人 或者是不常坐的人 你都会被那太平洋像 一声的像电影一样出现在你面前 那个一望无际的辽阔 跟龟山岛出现的画面所震撼 真的每次坐 我坐北违线不下几百次了 但是每次经过那个 我都还是很期待这个风景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一个车站 其实就是我们家也很喜欢的一个车站 就是叫大喜车站 它也是一个招呼站没有人管理 大喜车站附近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渔港其实蛮多观光客会去的 但特级大喜车站大家不一定会去 那大喜车站 是算秘境车站吗 因为其他进出的人其实也没有很少 但是呢其实就 驾日去的时候其实人并不多 然后我们去大喜车站 除了因为这个车站本身就是也是小小的 很迷你重点是他就在海边 你一出车站就会听到海的声音 然后这附近有一个地方 我们是我们家呢 以前是私房景点 不过现在是越来越多人知道 就是大喜国小 我都会以前当去的时候 都会说我号称说这个国小 是全台湾最幸福的国小 因为他们就真的在太平洋旁边 他们的教室就可以听到海浪声 前面就是一望无际的鬼山道 我们小的时候呢很喜欢 有时候因为孩子喜欢坐火车嘛 我们就很喜欢找一个小站 然后到那附近去闲晃 晃荡了就过了一天 大喜车站就是我们一个 已经去过非常多次的一个车站 我们常常坐到大喜车站 然后走去了大喜国小 那有时候就会买福隆电当 然后到大喜国小去小小的野餐 然后就在大喜国小就这样子晃了半天 那大喜国小就是因为就在海边嘛 然后旁边有时候如果是傍晚的时候 可以旁边去旁边的蜜月弯弯 就是他有很漂亮的沙滩 冬天去当然比较冷 那大概秋天去春天去 我个人都觉得非常的棒 就是一个很微小很小的 以铁道为散发的一个小小的旅行 但是你在那个旅行中 不管是你是自己去 或者是跟别人去 或者是带孩子去 你都会得到很大很多的满足 所以其实有在看我文章的人 就会知道说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推崇缓慢旅行的人 还有慢旅行的人 我也不喜欢排很多景点 就是一天一两个景点 我去一两个地方 对好好的在那个里面 让自己的血液或身体里面得到了不同的速度 其实对你来讲 其实是能量最大的 可以得到最大能量 好那一路呢 经过大西站 大西站其实到后面还要很多站 因为到花莲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站 接下来我就要跨越比较远了 我想要直接跨到花莲的东里车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东里车站 那到了东里车站呢 我就会想起另外一个台东的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 就会想起来 就是一粒高路 到了东里车站 我跟你说 你就是会有这首歌 这种轻快奔放自由的感觉 东里车站其实有分成 旧东里站跟新东里站 你现在去的是新东里站 其实这个车站 其实有很多人会特别去 因为它被称为是三线最美的车站 车站并不是车站本身美 而是它的景色非常的美 你在它的月台上面 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稻田 然后前面就是中央山脉 然后四季你去这个时候 像你这个时候去 是非常非常漂亮 全部都是金黄色的 然后呢 就是在 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去过池上 就是有点像是 你从车站上面 用一个制高点 看到像池上的那种 一望无际 像是博朗大道那种景色 很壮观很壮观 所以很多人 其实很多网美都会去那边 网红会去那边拍照 那其实除了新东里之战之外 旧东里站我个人也很喜欢 它其实是一个 当时因为 这个花东线有改道的关系 所以旧东里站 其实后来改成了铁马驿站 它其实在平地 那其实旁边也非常安静 很舒服 在那边 我们常常会带一杯咖啡去那边喝 或者是去那边让孩子在那边玩耍 其实也是 东里车站 不管你去旧东里 新东里车站 真的你就会完全地感到 那个一粒高路 这个歌唱是轻快 轻快的生活 很轻松 很自在 很愿意完全把你自己的 很多不必要的事情 都释放掉那种感觉 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车站呢 其实又要再跳一点远 其实会到关山这附近的 叫做瑞河车站 瑞河车站其实是蛮久以前就建立了 它在1920年就建立了 那因为这一个这部分的 这附近的村落呢 其实统称叫大圆 那有兴趣大家这个附近 瑞圆啊 瑞圆啊瑞河啊瑞丰啊这些地方 其实这一个地方 其实是比较少人知道 但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 一个聚落 那当时就是在那边设立一个车站 后来就称为瑞河车站 它是一个以阿美族跟客家人 组成的聚落 然后 当然后来因为公路发达之后 其实这个车站就没落了 那其实 但我觉得比较神奇的是 这个车站我认识他非常多年 至少有十几二十年 因为在我还没有结婚 还没有开始有铁道米的小孩子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台东就曾经去过车 这个车站从一起到现在都维持得非常的干净 后来成为无人的招呼站之后 每次经过都还是超级干净 就会觉得哇塞 这边的聚落跟社区 就是知道有人在维护他 就觉得哇 他们好珍惜这个东西 那上市去的时候其实有更特别 就是后来这一个地方 其实就有一个年轻人把他乘租下来 把车站乘租下来 你进去里面他就会很好理的跟你说 要不要喝茶什么 其实他是一个他会提供茶跟咖啡 那当然是有营业 就算你不买东西 他也会招待你喝茶 让人感到很温暖 那咖啡呢 其实甜点他都有 那你就等于在那个车站里面 就可以小小的休息 然后喝个东西 吃点东西 然后这个碎盒车站 其实做得很棒 就是他有整个花东线 整个花东线所有车站的历史 跟一些照片 他这边都有做布置 这个车站其实还有在停 所以你是做普通 我刚才介绍这几个车站 你做普通车 不是做那个区间车 其实都会停的 那你就可以好好的做定点 然后在这附近散步 去了解这附近的聚落 那当然这附近有200粒板条 就是一个在附近很有名的一个 也有瑞源臭豆腐 这些都是很还不错的小吃 好好探索这些 你可能都连听都没听过 或不知道的一些小象征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台湾旅行 或者是你喜欢去别的国家旅行 像日本旅行 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找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 不知道的车站 或你没有停留 没有想停留过 好好的下去去认识 那当然今天介绍了这四个车站 从三凋里到大西国 宜兰大西到花莲的东里 一直到台东的瑞和 很希望大家有机会 能够坐上火车 能够慢慢的安排这种 急慢急慢 然后非常非常小又深度的旅行 其实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有点讲太久了 但我今天还是想要介绍一本书 虽然我已经介绍两本 刚刚已经介绍过好几本书了 炎天武士的追之声 还有我写的 在时间戏凤里的亲子旅行 还有追寻电车南海的逛 但是因为最近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作者过世了 我还是很想要介绍他 所以今天的威士忌时间 我可能就是很快的带过而已 我就不会讲太多 其实就是前几天 我很喜欢的一个台湾的作家叫 陈柔靖他过世 那其实我家有很多本他的作品 那也是我非常 我觉得在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 所以我很想要介绍一下他这个人 还有他的书 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找来看 那陈柔靖他其实台大法律系毕业的 那当过记者 然后后来都是基本上都从事历史写作 他写过了他的作品其实非常多 从1999年的总统的亲戚 还有台湾西方文明初体验 另外宫前丁九十番地 人人身上都有一个时代 另外还有我自己也很喜欢的 就是后来得过很多很多讲的 就是那个一个木匠跟他的台湾波浪会 其实我觉得陈柔靖他比较特别的就是 我们一般人会觉得历史非常的深硬 然后都会觉得 就是要写一个大家都很知道的这一个人物 才叫做历史 但没有我觉得陈柔靖 他窥探历史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都会从小人物 或者是你可能不太了解 可是很重要的人物来写 所以其实都很动人 那陈柔靖他其实在小时候 其实很想当官做大事 很很妙对不对 其实你认识他的 我看过他的演讲 我平时没有看过他 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 很谦逊的一个人 没有想到他只能想要当官 想要做官 然后呢 后来才发现说历史非常迷人 然后很想要用记录台湾的 很多历史的人物跟生活 像一个木匠的跟他的台湾博览会 他抽丝博茧十多年 然后去探索这一个以前的一个木匠 然后这个木匠其实很神奇 他其实他没有什么学历 可是却在台湾的一些达官贵人之间呢 一直在穿梭 然后就帮他们做很多跟木匠有关的东西 然后他找到这样的人物 然后去探索这个人那时候很喜欢收集 那个台湾博览会的那个印章 就是这 那陈柔靖他的 他其实他觉得说历史其实蛮个人的 比如说他对于这种小人物历史特别有兴趣 比如说1922年的台湾的汽车还不到 北台湾汽车还不到100台 然后蒙甲那个会有17岁的少女呢 他很想开车 或者是1930年有一个村生的男人 很喜欢打撞球 而且还去美国比赛 他就会想要去找这些小人物的故事 那我今天想要介绍的第一本 的一本书 因为他著作很多 我想要介绍他其中一本 这本书我很喜欢 而且很早之前就已经看过 就是《公钱丁九十番地》 这个《公钱丁九十番地》 其实在讲一个 一般人未必知道的一个人 叫做张超英的故事 你可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张超英其实 他虽然有曾经当过 在政府的机关国做事情 可是一般人根本不会知道 因为他并不是政治人物 然后但是他从日据时代 一直到国民党时期 一直到民主的 接近民主这个阶段之后 他一直有在参与各种 这些活动 其实老实说 他是一个 如果你看过书 就会知道 他其实在台湾 对台湾民主来讲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但是他是一个 你可能没有听过的人物 那这本《公钱丁九十番地》 其实就是他以前他们家的 因为张超英 他们家姓非常非常的好 家里很有钱 那祖父呢 因为是矿业的 所以就是以前台湾矿业 就是非常有钱到不行 那他这一个书名 其实在讲他们家以前的房子 那这个《公钱丁九十番地》 其实在哪里 就在现在的台泥 中山北路上台泥大楼的对面 以前就是一个大宅地 好 那我想要分 因为这里面的故事 其实蛮精彩 他是从他小时候 就是在日本时代的时候 经过日本教育 然后因为他讲的都是 他生活上的事情 然后到国民党来台湾 国民党占领了台湾 228事件 然后到中美断交 然后中美断交 其实他也 他比任何人都还知道 早就知道东美断交这件事情 然后中美断交之后 台湾如何又爬起来 然后如何慢慢的 迈向了民主之路 甚至可以说 其实李登辉 如果没有因为他 其实李登辉是可能 没有办法后来当现在的总统 所以你就知道 这样的人物其实影响 让我来分享一个 他书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片段 就是一碗面的故事 现在的人谈起台湾首富 不是郭台铭就是王勇气 但是六七八 六七年前八十年前 台湾的首富是一个胖子 他叫林兄真 林兄真的前一天中午 我还跟他一起吃面 看他宏观满面 一点都没有不舒服的样子 没想到他隔一天就过世了 我对林兄真的印象很深 因为他真的很胖 日本时代呢 因为大家屋子短缺 大家都很简朴 在台湾农民占一半以上 大家吃很简单 主要吃青菜地瓜米粉 连吃猪肉都很少 所以很少胖子 但是林兄真就是极为罕见的案例 大家都背后里都叫他阿布亚 他的侄子林横道 就会曾经说过 林兄真的祖母非常宠他 一两岁的时候 就开始让他吃高利神 高人参 所以吃太多所以变得很胖 林兄真呢 很胖呢 但是因为 因为他是 林兄真是谁 他就是板桥林家的人 那当然就是台湾非常非常有钱的 但是因为板桥林家一家都非常的简薄 他去世那一天 林兄真就来张超英他家 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祖父就问他说 叫人送菜好不好 叫餐厅送菜 林兄真就说 不用了 一碗菜亚米就好了 所以他们就吃了一碗菜亚米 就隔天就发现 他去过世 他脑溢血过世 他就一直问他自己 昨天他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今天就没有来了 那林兄真因为一直是板桥林家的代表 那板桥林家因为横跨了日本跟清朝这两个时代 所以是台湾最大的地主 当然就非常的有钱 1920年大政天皇的宫内预言 只有三个台湾人穿卫衣服 然后获药 林兄真就是其中一个 后来林兄真就是创办了华南银行 后来华南银行的董事长 其实就是林兄真跟他日本籍的夫人所生的独自 林兄真这么有钱 死了之后其实还有人来抢财产 后来他就想 如此的林兄真 如此的荣华富贵 死的前一天 也不过吃一碗清淡的菜亚米 林兄真死的前一天 还死了之后 还有人莫名其妙来争遗产 后来影响了我对钱的看法 我开始隐约的感觉到 很多钱财的虚无 怎么觉得赚钱并不是最重要 怎么样花钱才是人生最重要 知道怎么花钱 才能过有意义的人生 后来张超英 其实他把很多钱都投入了 跟台湾民主运动有关的一些事情上面 对他对台湾如果你看完这本书 你就会觉得说台湾其实有这样这一号人物 也影响了我们不一定知道可是非常重要 所以台湾其实到处都有这样的人物 然后陈柔敬其实就是把这些人物写出来 然后著作非常的多 那因为他前几天就因为 骑脚踏车的时候被机车撞到 然后就不幸过失了 那他的作品留下来 其实对台湾来讲很重要 那我也觉得说 应该有更多人看到他的书 我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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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听起来有点音质不太好 有点嘈杂的声音 我在最后片尾来放 当然我也是回应希望能够就是悼念陈柔敬 就是他都是记录台湾的故事 那他记录很多都是从日治时代的一些人物的故事 刚才放这种音乐就是1932年的 发行的一个黑胶的唱盘叫做跳舞时代 就记录了台湾那个时候唱片的发达的 那我也我们觉得其实身为台湾人 有必要从各种方面去了解 台湾以前到底过什么样的生活 然后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 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今天因为时间实在拉了太久了 你看基本上已经录了50分钟 真的是不好意思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耐心听这么久 那有时候其实我蛮喜欢听 大概将近一个小时 那我其实我会分段听 那今天威士忌时间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期待这个时间 其实今天我本来想要介绍一支非常历史非常悠久的酒厂 那其实我也有讲一些主题 他其实可以跟我们的主题互相辉应 但因为时间真的讲的太长 所以其实我今天就小小的介绍一个 我最近在喝的不是威士忌的酒 那很特别 因为我其实蛮喜欢自己也蛮喜欢酿酒的 就是这两三年才洗 这两年才开始洗完 那美酒就不用讲了 那葡萄酒 葡萄酒的时候我像我妈妈喜欢酿 那至于弄一些葡萄酒 那我今年做了一个特别的酒 最近把它拿出来喝 Oh my god 那个你知道吗 那种季节被封存的那种味道是什么 就是那种酿酒的整个倒在里面 然后你平饮下去那个瞬间 我酿的是柠檬酒 黄柠檬酒 黄柠檬酒呢是国外进口的 台湾也有 那我他在夏天才生产 所以很少人酿 那因为我刚好看到有朋友有书上面有写 我就觉得我想试试看 因为我非常喜欢柠檬 那我做法大家有机会 如果有兴趣可以 我会放在网络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 然后我就酿柠檬酒 然后在七月酿的 那我因为 事实上应该要放半年才能喝 那最近我就忍不住拿来喝了 喝下去真的是不得了 我已经 我酿了 两桶 两香啦 两瓶啦 有一瓶已经快被喝完了 那个 柠檬整个散发的香气 跟他整个风唇的季节的滋味 酸酸甜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想要好喝 加一个拼块 再加一点气泡水 你就算那一天上班再怎么乐 喝一杯这样子的柠檬酒 真的什么东西都忘记 那今年的柠檬酒 当然不可能亮了 如果你有兴趣 大家可以去 我在网络上面分享我的做法 我觉得蛮容易成功的 而且超乎想象 那个等于就是我今年 就是我这几年喝过 如果酿的酒里面 我自己最喜欢最喜欢的 然后自己酿酒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乐趣 那其实又很简单 然后你可以把季节封存住 那我自己很喜欢一些 被封存下来的东西 像食物也发酵的这种东西 我个人其实 个人是蛮喜欢的 那有机会大家也可以简单做做看 好 那今天的节目呢 其实真的是讲太久了 从最前面的Guriko 森永事件到淫万事件 就是改变成淫万事件的罪之身 这部分其实讲了很久 不过因为我觉得它这是一个 很重大的事件 那不管你有没有 对大阪熟悉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 很 很 就是也不能说不错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可以值得我们自己想 有省私的一个事件来看待 然后有讲到说我跟孩子的 怎么样让尊重孩子 让以孩子的旅行为出发点的一种旅行方式 就是铁道旅行 分享了几个 在台湾 我就是你知道 我们家去过车站因为非常多 那我就分享了从新北宜兰花莲跟台东的几个秘境车站 希望大家有机会去 然后最后也分享了 也是悼念了这个我们自己 我自己很喜欢的做腰城柔静的这个 他自己写的书 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找来看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大概就到这边 那希望呢 我们下次呢 还会有更不一样的主题 能够来跟大家分享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